罗宾水族问答有朝友Wesley Lean问道 请问罗宾 激泡气的泡泡要很大 要开很大 细化气才会出气 这个是不是激泡气的问题呢 还是细化气的问题 简单说 这个激泡气它不太会出问题 会出问题都是在这边 因为细化气有可能会在这个 细化片这边会堵塞住 所以呢 细化气是要定期清理 或者是你要有另外一个备用品 去替换它 随时让它保持这个细化片 是属于畅通的状态 它才不会塞住 一旦塞住之后呢 它就会如同说 我们在戴口罩一样 你戴N95跟一般的口罩 绝对是N95的口罩 闷住比较难呼吸 因为它的整个阻挡效能 达到了95% 所以它自然就会难出气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你在细化气这边 你要定期的拔起来 去做清理的动作 然后这边激泡气 通常不太会出问题 都是因为这边 才会出问题 所以你只要发觉说奇怪 我怎么一直打一直打 这边气出不来 这就是细化气出问题 这时候只要把你的细化气拔起来 清洗之后再重新装回去 或者是拿一个另外一个备用品 再把它装回去 这边的出气量 就会又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出气量了 提供给你做参考 然后再放开 就这边呢 这边切成这样的 最后就这样的 再加个 draught 又切成这样 里面切开 但是这边呢 今天就还给它